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白 Topic 3G 3G 最後一個重點叫做 Outline 你的回歸期回歸裡面 另外一個重要結題叫做 Outline 結定 Outline 叫做天理值 那在回歸期間 我們可以把天理值分三種分三類 Leverage, Distance 跟 Infraint, Infraintial Outline 這三種呢 到底是什麼意思 Leverage 其實這個名字是放在裡面 那我稱它叫做 Exo Outline Exo Outline 就是當你的回歸線劃出來之後 劃出這條回歸線之後 你發現 這個 Outline Leverage Outline 它是在 Exo 上 離 Ex的專程中 還有 那如果它是在 Y 軸上 偏離你的回歸線劃 叫做 Distance Outline Y的叫做 Distance Outline 那如果它在 Exo 跟 Y 軸上 也不能說 Y 軸上 就是 Exo 跟回歸線 應該改回歸線 應該改回歸線比較正確 Exo 跟回歸線 都是會影響的 而且它的銀行最嚴重 後白軸的回歸線都改變很大的 是叫做 Infraintial Outline 三種 Leverage Distance 跟 Infraintial 所以我現在有 A B C 3的圖 請教你一下 你覺得 哪一個叫做 Leverage Outline 哪一個 Outline 是在 Exo 上 然後哪一個是 Infraintial Outline 它是 Exo 跟回歸線上 你都拼得最高 它會讓我們回歸線整大 它會做低 這個很看還不行 你看看得出來 問題最嚴重 Inferential 是什麼 其他的 一盤的回歸線 你可能 X跟Y上面都是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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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XX 沒錯 XXX 你看 它如果X的中心 這是最嚴重 那它如果原本的回歸線 它的語氣整個應該還是很大 所以它是所謂的 Inferential A是怎麽 他要離S中心的變化 S中心的變化 不算好 他要離他回歸線 自己的問題 好像比別人的問題 你的Recedure很大 對嗎 我們就稱它叫做 Distant Alright 在Y上面 你回歸線去 造成很大的Recedure 這個叫做Distant Alright B的話就是這個點子 它只是離原本的回歸線去離讀 是一個不算的 而是它離S中心的變化 我們就稱它做Distant Al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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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超排列線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只有三種OI 那一般而言呢 第三OI 它的影響是最小的 為什麼 它在這兒 它能夠影響就是 它會威脅 上年 往上年 它影響是你的拮据 不是你的食物 沒有安全 用反而就不要害拮据 對不對 那Leverage OI 它可能影響會大一些些 它會影響你的會威脅 原本的威脅 它會影響你的威脅 它會影響你的威脅 一點點的Beta值 一點點的協力 最慘 最慘的就是 Influential 它會影響你的協力很嚴重 它會把你原本 你原本 本來被顯著一波的 變成不顯著 你還不顯著一波 變成顯著 它就是一座交代 那回歸 這是最怕OI 因為我就是要 預測線 然後你的點多 泡音樂 兩線都會有改變 放在這裡 還可以 冷靜 放在這裡 泡歌這個組 我有1 1 2 3 4 4個點 請問你 誰是 Leverage 誰是Distance 誰是Enchrist OI 1是哪 先從1開始 3分之1的證據 我的回歸線會先畫在這裡 是吧 所以1是他們也想像沒有人 他會以原來的回歸線距離 會不會很大 你是覺得什麼 點到預測線距離會很大 會不會 所以他是什麼OI 01你的回歸線 Recedure很大 你是歪軸的OI 還叫做Distant 好嗎 所以他是Distant 1是Distant的OI 對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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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回歸線距離 請問問的是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根次是他们两个类的 因为我们会是华人的类的 请问三根次它屡指一个大不大 大了 到华人上面 到这个华人类的设计里面就这么多了 那请问他们两个X的中心有没有 也像是有哪 跟四个以上 所以它会两个里面 可能这两株神是四更趋近你的 Differential online 思考一下这个概念 它就是三种All-Line的名称 一个叫做Leverage 在手上 Distant 它就是Receiver的大 可能居然是它的外套上 然后第三种就是 Distant 乘上 Leverage 两个都有 然后你想去 对 会不会是限制点株与中 要做Leverage Leve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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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想看他用他用他用電臭的 欸 誰比較能燒耶 有沒有 底下這邊也有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 etroversion 外唱戲 這邊 這邊 有沒有可能 對不對 好 那我怎麼知道他是誰呢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動作 要不要給他留下 最左邊這個方法你會看到 你給他 然後就會到這個頂上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它會有號碼出色 看到嗎 你的號碼出現 這個號碼是什麼呢 我們來 213180158 它是誰 它是你回來的β 前面這個號碼 但是我要跟你說 你其實給你縮的β 為什麼是跑不去 所以你對跑完之後隨便縮 隨便縮的部分都不一樣 你懂嗎 我現在剛剛是158 然後 然後 日光了 那是他 對不對 這個人他是 OK 他是念 nursing 護理的 然後他去熱色的演技 我看到 我要是隨便再收腿一下 然後再跑 再跑的時候都要 再點給你看 我的號碼就不見了 我找的英國一樣 但是號碼就不見了 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SPSS給你這個號碼 他是給你左邊 左邊 最左邊這個號碼 最左邊的號碼 會因為你重新排序 或是你怎樣移動他的資料 都產生不同 所以如果你要做OA的節目的時候 就是你先把 給打色的弄好之後就好 跑完之後 盡量不要隨意的改變他 要他的數據都不一樣 這是讓你看一下 他的狀態 所以我這邊現在訊號碼 第幾號 往哪去 這邊 198 94 跟2號 那我要說這個圖 OA是誰 他都可以給你點他 其實他沒辦法差不多 198 94 2號 OK嗎 所以你這樣回歸線 他們會發現 這些OA 他就是自己 你可以 可以 來保護 可以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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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可惜吧 但你要知道 你現在又是保護的證據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分析 你現在好像都不一樣 因為我受過 對不對 我招牌出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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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是12分 不是惡心分 就你在輸入的時候 你整個手 按快按錯 他就都找不到 你這樣拿 他招牌出盤子 那你會用這個方法來解釋 我去找一下這個方法 然後檢查 我去找一下這個方法 你是不是想給我輸入錯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但也有可能在輸入 好 那這個是一般用目測的方法 但是你知道 在統計上 我們輸入目測的方法 都只是幫助我們 給我們看一下 那真正呢 要做一些奧萊爾文分析吧 好嗎 可以講沒有 好 可以幾種方法 Leverage 然後幫我們講說Discount 然後還有講說Information 對不對 三種奧萊爾文對 他搭配的分析方法 幫你看 所以他是不是一個 Outlight OK嗎 先從Expo的開始看 他叫做Leverage 對不對 Leverage Outlight的檢測 我們有幾種常見的 第一個叫做Leverage檢測 就是他這個名字叫Leverage 第二個叫做 Mahana Nova's Discount 馬式的計理法 那這個其實是港元跟鋁鋼 一般我們就用Leverage就可以了 他在哪裡呢 我在旁邊 我在旁邊的時候 有一個東西叫做Save 除色 Mahana除色 你看他出色全面做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邊有叫做Leverage Value 那他的分類其實 分類的比較不精準 SBS 分類的比較不精準 SBS分類的他有點 他不知道我們剛剛說的Distance Leverage 或者是Inverage 代理來分類 他有一些分類的名證 是不是有點問題 你不要問他 但你先確認一下 我們如果要 找到Leverage要來 他有的Leverage 就在這裡 然後 然後Mahana Nova's Distant 代理 那一般都建議 是兩種Leverage就可以了 可以嗎 那Leverage是什麼呢 Leverage的第一次 他其實就想說 你有 Cake Predator 然後H 是他的距離 是他要以他中心點 還有X中心的距離 然後他的距離 每一個人 都會Cave x 中心點會有一個距離 對不對 可以嗎 他會有一個中心點的距離 然後用那個中心點的距離 一除放那個中心點的距離 就會是他的Leverage 值 那一般我們在判斷說 這個Leverage有沒有 就是太大 會造成影響 他的看法其實還有一個公式 但是那個公式 就是每次都送 iPad那邊的Cave Leverage 就是簡單的看法 一般如果那個Leverage的數值 在距離到距離之間 我們認為他就是 中度的Leverage 中度的X中的Outline 影響 有 但是沒有那麼大 但是假設他的數值 在距離不以上 就稱他為 High Leverage 就是嚴重的X中的Outline 反對 所以我看只是 跟 cause 中 把它 mechanic OK 你就會發現 如果要用你的字幕 最后面这边,他就会有一个Leverage 有1B,就是Leverage的意思 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离中心点的距离的一个算法 那你希望这个距离是小于点2的 如果set点到点5中间,它是中度的问题 点5以上就是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算完之后,我会请他做排续的动作 最高还是最小 看起来最高就是点06,还不叫点2 所以在exo上,看起来是没有outline的问题 可以吗? 这个是Leverage做exo跟outline的检测 然后 在Y种或是该人的体会规定的距离上 我们叫做dis-outline 那这也有dis-outline的检测 有几种检测方法 但是有些是比较不好的 有些是比较好的 这个就可以讲比较主要贴心的 就要讲比较主要贴心的 就是说我一天应该要唱片里面 他会刷这个的影响 然后这是你的outline 外头上dis-outline 请问你dis-outline有什么特性? 那才会怎么讲 什么都很大 recision很大 对吧? 所以一开始最原始就有人跟你说 最简单的方法 你知道这东西是那个dis-outline 就算了你拒绝就好 Y剪掉Y的检测 OK啊? 就直接算 因为它矩 这样就可以了 那可是呢 后来就有人说 但是这个句子啊 是跟人家still有关系 still大跟still小就会影响 那另外就有人说 那没关系啊 或是这样的话 做 后来就会做一些事情 真的来啥好不好 标准化 对不对 因为假设你这个outline 一分到0 0分到5分 或是0分到50分 0分到500分的影响 0分到500分的distance 就会很大的 那0分到5分的时候 继续比较小 这个数值没有办法做绝对 但是也许就用Z 标准化的分数来做一个 是第二种做法 所以有人就说 好啊 那我们用标准化的分数 然后说 Z 5分 那种的话 5分 5分以上就算是一个问题 这个用了一阵子 但是也有一些相关能数 它可能也会造成问题 什么问题呢 然後 我去看看他們怎麼 第一個 我原本這架核威線 就已經受到你的Receiver的影響 然後我的Second Error 也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在算文 Leave的時候 他講話之後 其實這個CN5已經被包含在裡面 因為我原本在穿這架核威線的時候 包括文網報 應該是上來的 你在穿這架核威線的時候 我的影響已經在 所以在算這個Receiver到這架紅色距離 這架陷阱它是偏的意思 可以嗎 這個時候問題不在這裡 然後在這個同時 又有人提出來叫做 C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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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edil 然後那個名字就叫STUDENT 他就叫學生 他的名字就寫成學生STUDENT 然後那邊廢文發版出來之後 一陣產障間大家都問 TTS叫STUDENT TTS 學生TTS 就是這個名字 STUDENT TTS 可以嗎 所以你如果在統計上 STUDENT DICE 他一定是STUDENT DICE的含義 沒有辦法 你一般是STUDENT DICE 那這就是 因為是抑止的 就是我要把這種音樂的TTS掛 OK嗎 那上面這邊是T 底下的標準是T 標準化之後這邊是T 這邊是腳 T本是標準化之後 立法出來 後面是T T分數就開始來出來 而且是同樣的 那這個兩個立法 都是有高的問題 其實 我雖然立法就是屬於我的 就是標準化的文句 但是STUDENT DICE 屬於我的A11 A11的這條線 已經受到影響 那我的A11 我的距離和殘渣 也是受到影響 也是有多差 可以嗎 所以後來也有說 STUDENT DICE 也不好啦 所以 所以 DOT DICE 如何 STUDENT DICE 不好 STUDENT DICE 不好 什麼樣才好呢 不然他們就講說 我們應該要這麼做 我們應該要討論 假設這一個點 是造成偏誤的 我如果把它拿掉 我把它放進來 所以要刺考沒有的差別 應該會很大 如果像是這個點 我把它拿掉 我都把它放下來 它對於我的整體影響 那就是小 可以嗎 所以 除了這範件之後 有一個實質 叫做 STUDENT DICE DELATED DELATED 刪除 什麼意思 我要估計這個點 它離整體距離的 T-TEX T-O P值 那 我一般是用它的距離 除算它的 STUDENT DICE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算STUDENT DICE 所以要把這個點 拿掉出來 我算殘差 就用其他的點 殘差來看 所以假設 這段距離除上其他的點 整體看出來的殘差 STUDENT DICE 算出來不同的 STUDENT DICE 出起來是 比例是很高的 那表示它可能是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們是把這個點 排除之後 算它的存檔樓 然後在這個距離 之後整體 排除它這個存檔樓 我看一下 它的比例會不會很高 會不會很高 就算什麼 它是問題 OK 所以它叫做 STUDENT 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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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後來 目前一般用的是 比較適當的 STUDENT DICE DICE 然後 它也會有一個 就是 補償ứng 在那種點二點五到三之間 crust 兩個 可能會有問題 超過30到五段 那兩點合在三眼中 兩點五到三之間 是可能有問題 三一完幾 Des指的問題 很高 對嗎 那它在哪裏呢 他在這 Analyze, Migration, Linear, 還是在設定裡面 我先把這個避掉 我先把這個避掉 我先把這個避掉了 他在這 然後Skildas就是我們講的 一般的Row-Ris 就是Row-Ris-19 就是沒有就能從Skildas-Mountable 不知道什麼話 Skildas-Mountable-G-Test 那Delete的就是把Row-Row-Ris-True 然後PB層加在Row-Ris-True 那你要選的是Skildas-True 最後 OK 所以你算出這個 大概就是我們Y種 所謂的Dist-How-Rile OK 在這裡 那他會有正負值 你看沒關係 你先盤去 從高排到 有沒有看到 我今天兩個超過 這樣 絕對往上路上 然後再往下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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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正的值最多落到2.08 我向來也好 但是負值比較強 負的值有 這個 負的3.3 負的3.0 所以這兩個也有可能是我家 歪流創的是什麼 那如果你想知道 就這樣畫一下 動作不要變 然後是不要選擇 然後畫 然後 再一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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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那個點我點不到 因為它被擋住 3837好像不可以看到 好 所以這邊35363738 感覺是零 這兩次假裝生化說它是零腾丁交流 所以在哪邊 這樣講 35363738 剛好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幾個點可能是有問題的 那這兩個它其實等下我們說 它可能是你Frenching 等一下會有個技術 你Frenching 373738 好 那我們現在講到Viston 對不對 最後一個重點 你Frenching 對你的 這個 怎麼回歸於兩次最大最大 在Inferential Outline上面 其實有幾種不同的解變方式 一種叫做 Global Change 那個叫做 Change in Vigil Vigilization Co-efficient 然後另外一個是 Overall Major 就是整體來看 所謂的 整體 Normal Major 在這裡 Normal Major Change 就是 我把這個點放進來 我把這個點拿掉之後 它整體上的改變夠多了 它會比較整體的改變 那 DF-bit 跟DF-bit X 這兩個都是 那S 你會發現 S都是整體的改變高準化 標準化 所以 高準化跟一般 就是正常分數 沒有高準化的成分數 沒有高準化的成分數 跟高準化的成分數 跟高準化分數 所以 這兩個以後 我們用DF-bit 變成S 要整化之後的DF-bit 然後DF-beta 我們也會選Beta-S 要整化的 那這Beta什麼意思 就是這一個點 放進來 跟它拿掉 它對每一個predictor Beta值的影響大小 Beta值的影響大小 假設這個點放進來 跟這個點拿掉 它對於 上面整體 把有效的 是一個 是每一個predictor 影響值 它對於這個predictor 影響值很大 的話 那表示這個可能是 影響了整個 Megression 1 的實力的重要免許 對不對 所以它可能就是 我的influential 好來的 我先用視感值 就不會看 我就不做一般的 所以我先用視感值 就是標準化的 在哪裡呢 在這裡 When I analyze regression linear 還是 I said DF-beta S 視感值DF-beta 在這個 標準化 DF-fit 視感值DF-fit 所以你要選的是標準化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我就按OK Continue 你就會看到 在這個後面都多了 很多條 為什麼會有很多條呢 我才勾兩個為什麼會出現 一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為什麼會有九條呢 我才勾兩個 DF-fit 就是 Standize DF-fit Standize DF-fit Standize DF-fit 可以講 Standize DF-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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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不好 它在這裡 Standize DF-fit 它只有一條 好 我們剛剛看到 Volomature 對不對 整體的模式 整體的模式 整體的模式裡面 這個臉放進來 就自己拿出去 大概整體模式的影響 大致有多少 標準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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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發現 我超過1 正負1 這件時候 超過正1 或小1 負1 可能是造成1 然後Z分數 就是度高全差的概念 那 那 DF-fit DF-fit 還有8個 因為你有幾個 Ricker 7個 再加上你的Constant 結局 就總共有8個 那你後面 0 就是Constant 結局 然後開始 1 2 3 4 5 6 7 就是根據你的Perdicture 的排序 來 所以第一個應該是 Rank SAP Extra version 都不要用的 然後 那些什麼 也要提成的方法 其實你在這邊 他會幫你標註 你在那邊 他都有幫你標註 你不知道是什麼 Standard Beat Beta Intercept 對不對 然後 再來是 Rank SAP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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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方面來看說 他們 有沒有要好玩 那怎麼看呢 我剛剛說 絕對只是1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超過 正1 或是小於 負一的 看起來都說 我們電力排序看一下 來 排序一下 負的點六 DF3 負的點六 到正5 OK 然後 FaTable其實不重要 大家來看一下 FaTable 結局 我通常都不看 負的點三 到 正的點三五 OK Rank 是OK的 那 SAE 它就會是從 負的點三到 正的點一六 也OK 可以 可以嗎 所以你就是用這個來判斷說 欸 那我沒FaTable 那整體看起來 他們其實好像都還好 那後面這邊告訴你 他什麼計算呢 就是他包含這個值跟 拿掉這個場 說明一下 這裡 35號 他的DF X.412 他表示 他在跟他不在的時候 他對於整體的Model 的改變量 是.412 OK 影響是.412 OK 影響是.412 他基本上是超位1 或小1 就是嚴重的影響 好 所以這邊就是看我們 French Outline的方法 那另外還有幾種方法 我大概提一下 其實不用 不用做到那麼多 那 CookSystem 也是French Outline的算法 那他CookSystem 他的算法是 他公式是 你要看看他有個超方式 四足上N-K-K-K 看N字在這邊 他沒有規制到N字 他就是四足上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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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段子 所以四足上373 減掉K 7個分析可 結段意思 所以四足上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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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吧 60 對不對 就是你算出來那個值 假設他有大5 這個算法 CookSystem 那他有這個處就是要回來了 那一般認為 他其實跟DFB很像 所以你換DFB就不一樣了 CookSystem 在哪裡呢 他跟那個CovRatio Cov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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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其實都是在這裡 Analyze Degression Cov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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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ze CovRatio 那其實他們都跟DFB DFB Beta 類似 所以你不用看那麼多 整體的建議是這樣 一般會認為你在看 Leverage OI 跑了 Leverage Mane 你再看Distant OI 你就跑 Dividus Limit 你再看Inference OI 你就看Standardus Dif Beta 或Standardus Limit OK嗎 所以這三類 用這幾個來看 然後你看看還有OI 就只是用這個方法 統計方法修復來看一下 每一個Case 它離中心的距離是多少 它的Recedure 標準的話 Standardus度是多少 然後看一下它會呢 它對於整理補位性的 改變量是多少 這幾個方法給你看它是比較好看 所以你看OI的Case 它會針對每一個點 每一個Osservation 每一個觀察值都做它的OI的景點 確定這一個點是不是要來 它每一個點都會有寫出現 那這個概念了解之後 我們來看下一個概念 下一個概念叫做Case To Case To